在疫情期间,美国人民开始感觉到大政府和大制药公司之间关系非常亲密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有多亲密了 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新数据显示 该机构及其科学家在疫情期间 从2021年底到2023年收取了7.1亿美元的专利税 这些是私人公司如制药公司向政府科学家支付的医疗创新许可的费用 几乎所有这笔钱 6.9亿美元都流向了由安东尼夫妻博士领导的过敏和传染病国家研究所NIID 及其260名科学家 关于这个庞大的私人专利税体系的信息由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严格保密 我的组织opendabox.com被迫提起诉讼 已揭露从2009年9月到2021年10月支付的专利税 这些专利税在56000笔交易中累计达3.25亿美元 我们不得不再次诉讼司法观察组织是我们的法律顾问 最后才得以公开这次的新数据 在疫情期间支付的专利税飙升 这些年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流向NIH的金额比前12年总和还要多 总共10.36亿美元 目前尚不清楚辉瑞和Moderna的新冠疫苗专利税 是否包括在这些新数据中 后者与NIH达成协议 同意支付4亿美元 NIH没有说明 在周一 他将在众议院冠状病毒疫情特别小组委员会作证时 美国人民有最后一次机会从福奇那里获得一些坦诚的答案 这个福奇是我们疫情应对的代言人 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多年来 他对Covid决策者与私人专利税受益者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不屑一顾 这些决策者不遗余力地推动疫苗 他现在还需要解释他的一位副手发出的爆炸性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描述了规避联邦信息自由法的内部策略 福奇设法通过拼错单词来逃避审查 或者干脆让人们亲身去递送消息 这是他的副手代为莫伦斯博士所描述的两种规避信息自由法 FIA的行为之一 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像机将对准福奇 他将回答他今年早些时候在宣誓证词中提供的信息 参议员兰德 保罗发起的专利税透明法案 已经顺利通过委员会流程 应该立即进行全体投票 这是一次坦白真相 或进一步巩固公众对他和NIH隐秘和自私印象的机会 除了这个小团体的科学家掩盖病毒起源讨论之外 NIH一贯对待根据信息自由法 FIA的要求如同病毒攻击一般 因此 我们在六个正在进行的FIA案件中是原告 典型的 NIH仍然在修改一些数据 那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 更容易地将治疗方法与其政府资助的发明者联系起来 例如 他们拒绝向我们展示每位科学家获得的专利税金额 因此我们仍然无法完全追踪这些资金的流向 与此同时 肯塔吉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德 保罗发起的专利税透明法案 已经顺利通过委员会流程 应该立即进行全体投票 福奇也可以在此期间做很多事情 他可以表态支持像保罗这样的法案 他可以呼吁NIH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自愿揭示专利税支付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决定是否促进了公众福利 或他们自己的利益 福奇还可以支持对信息自由法进行修正 创建对故意违反该法的行为的实际后果 至少 他必须为他和同事们在私人通信中揭露的 对FIA的完全蔑视和透明度战争道歉 政府对公众最基本的职责之一 是提供公共福利和报告其收入和支出 作为在政府工作50年 并成为其最高新官僚的福奇 他应该考虑再次履行这些职责 就当是为了救时的情意吧 本文作者亚当 安德热夫斯基 是OpenTheBooks.com的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 这是美国最大的公共支出私人数据库 我应该有个人的经济 我应该有所谓的 我应该有所谓的 这个事情 我应该有所谓的 我应该有所谓的 我应该有所谓的